然后我再给大家一个案例来说这个过程 来强化这五官操作性 我刚才说了 如果这样是我的证据法学理论课堂 我可能可以从理论的源头 跟大家好好地分析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 我需要把它结合实物来讲 因为大家是实物里去适用它的 所以我就把它倒着来说 倒着来说 我希望大家能感触到它的操作性 这个第二个例子是一个强奸案 是一个情人关系的强奸案 两个人是情人关系 然后呢 后来呢 有一次呢 他们两个人在车里发生了关系 发生完关系之后呢 这个女的就给他要钱 这个男的就说你老给我要钱 他就说你就得给 好像要的是五万块钱 然后呢 就不给 不给两个人就在车里打打 就开始打 然后打的时候 这个女孩脸还受伤了 脸上有伤痕 挖得还很深的伤 然后最后呢 就散 不欢而散 不欢而散之后 这个女孩可能两个人之间 关系有点问题了 就去报案说受到强奸 然后这个 公安人员就说 你要是这样的话 你得有鉴定啊 你没有鉴定过 我说你被强奸不行 他说行 你等着 我去鉴定 第二天就找人鉴定 鉴定完了以后 就把这个男的给抓起来了 然后这里边呢 就有一个被害人陈述笔录 那么这个被害人陈述笔录 要经过怎样的证明过程 他可以作为定案根据 此过呢 我们国家的法庭 这些种类当中 是规定了 有被害人陈述这个单独的种类的 看到吧 被害人 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 在诉讼当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英美法系国家的被害人呢 就是个普通正人 在大陆法系国家呢 我们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 这是诉讼法理 对吧 赋予一个人 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他在这个诉求当中 是有自己的实体权利 是吧 所以说他在这个诉讼当中 他是可以做意见陈述的 但同时 他又是案件事实的亲历者 因此我在核实案件事实的时候 我可能也会对他发问 我也可能是要对问他案件事实 因此从实质解释的角度 被害人 实际上他和赵人身份是 从何进何的 对不对 所以当这个被害人在法庭上 如果他的这个陈述是用来作为定案根据 就是作为那个事实的 不是让他去发表意见 发表诉求的 那么这个部分要遵守证人证言的 整个诉讼证言的规范 整个证据规则的规范 你要遵守这个规范才行 这才叫做 这才是实质解释的你本来应该有的样子 那有好多时候我们可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比如说 这个被害人作为当事人地位的被害人 他还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案件 什么案件当中你有没有被害人当事人地位 像有一些像有一些盗窃案呢 诈骗案呢 也有当事人 但是这个这类当事人 他也是被害人 但是他就没有当事人的地位 所以他可能所有当事被害人的陈述呢 不一样 这个时候我只讲的部分 是指的他关于事实陈述的部分 因此他和证言要适用同样的标准 甚至他要比证言在证明力判断上 适用更严格的标准 所以我先沉迷一下 这个被害人陈述笔录 他的 他在诉讼法理上 他的区别啊 他是有区别的 然后按照刚才我给大家总结的五官 一官一官的来看 在法庭审理当中 你第一个要看的是 他是否符合非法证据排除的 他有没有受到暴力和威胁 你说被害人也会受到暴力和威胁 适用刑事算法第五十六条 刑讯逼供吗 刑讯逼证吗 是的 有可能 因为在我们国家 强奸案呢 是一个公诉案件 很多国家把强奸案 弄成自诉案件 比方我们 很多 比方我了解的我们国家的台湾地区 他呢 是把强奸案作为自诉案 来处理的 因为他可能除了 除了这个人身伤害之外呢 他个人侵权性 以及他隐私保护的这方面呢 利益更大 除了这个公害以外啊 他私害更大 所以他交给了被害人自己来处理 这个诉要不要进入到 程序当中去的这个权利 但我们国家不是 强奸案 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公诉案件 这个时候要想把这个案件办下来 对于检察官来说特别难 就是因为被害人的配合度 很多被害人呢 他在接受诉讼 以及接受证据调查的时候 是第二次伤害 所以被害人有个二次伤害理论 这个第二次伤害呢 使得他根本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我跟你去 作证 那么 有的时候也会遭到非法的取证 所以在我们国家的刑事诉讼 码第五十六条里 不但把被告人列入了 可能会刑事笔公有对象 而且呢 还把证人 被害人都列入了 这样的话 出于价值的诉求 不管你拿到的这个笔录 或者是拿到的这个陈述 是对于真相有多么大的意义 我们都不允许你用 刑讯的方式 或者暴力和威胁的方式 这里头啊 暴力和威胁的方式呢 他就 他就当然的可以解释出来 和前面就是说 你这个 刑求的那个方式 都包括在内的啊 所以第一关 要看他是否 被非法证据这个规则排除 如果是能被排除的 那就想也不用想 不用考虑了 如果不能排除 再看他的第二关 是否符合法定证据种类 第二关也符合 但是在这个证据种类的解释里 要做实质解释 就是说 不能仅仅把它解释为 一个被害人陈述 他还是一个证人 证言 在英美法系国家 被害人 他不是当事人 他会被当作 普通证人来对待的时候 他只能对他案件事实 作为陈述 他不能陈述他任何 其他的东西 他所有的民事上的赔偿 是被单独独立出来 可以去做民事诉讼 和刑事诉讼 两个独立的二元 二元的那个救济机制 第三关就是 法定证据的调查方法 就是把这个证据上的信息 案件信息提起出来的方法 那对于被害人陈述来说 他的方法是什么 当然你看刑事诉讼法 你看到的是人证的方法 所以我们的法律规定特别好 你在法律当中找不到笔录两个字 你只能找到他要求证人出听 但是我们的刑事诉讼法律 确实也有规定 我这里有刑事诉讼法 他说如果证人出听有困难的 可以 可以不出听 是吧 那么他也有例外规定 但是这种例外要进行线索解释 否则的话 你整个法庭就是我们今天 我们没有激活这个刑事诉讼法的法条 就导致了我们今天所有的 等于所有的诉讼都不在规范当中 诉讼证明都不在规范的制约当中 都是随信的法庭审判 那这样的法庭审判出来的结论 你看谁信呢 是不是啊 所以说他的公信力就容易受到影响了 这是这是个相处相成的问题啊 所以要有人证 要适用人证的方法 那么这个人证就是指的被害人要出庭 被害人出庭不行的话 我们法律规定了允许在一定条件下笔录出庭 那么笔录的话 他的法庭方法就是必须要在法庭上出事 并且还有宣读 是吧 如果说双方一亿争议很大的 那你必须要出庭接受盘问 你要去看法庭上怎么规定的 那么第五官呢 那就是刚才说到的 去看一下他是否落实了 我国县在立法文本上所规定的 法庭审理的基本原则 那么这个整个就是我们在学理上 有一个名字叫做严格证明的 这么一个概念之下的 一二三四第五官 而这五官 你完全都可以去我们的 宣识宣法上找到它的规范依据 你能找到它根据哪一条 根据哪一条 这个时候就叫获得了证据资格 获得证据资格再到定案根据 再到定案根据 也跟刚才一样 就是你怎么去判断它的 怎么去判断它的证明力问题 对于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 首先在学理上给过我们指引 就是说它是一个直接证据 对吧 它是个主观证据 它本身的角色是当事人和证人角色的 竞合 那么你审查的时候 你需要用两个维度来审查 第一个维度就是人的可信性 这个人可信不可信的 一般是从两个维度 一个是故意 一个是过失 对于被害人来说 他可能有故意去夸他事实 夸他自己受害的事实的这样的心态 这也是一个人的本性 是吧 也或者他有过失 比方说他的感官瑕疵 证人主要是用自己的眼耳鼻舌身 你感官所感觉出来的东西 向法庭做陈述 你不能做意见陈述 对吧 那么你的感官眼耳鼻舌身 如果有瑕疵 你可能不是出于故意 也有可能出现 出现你的这个可信度的问题 所以在你去说这个人不可信的时候 你是在弹劾这个人的可信性 被害人就是一个被害人陈述 以及被告人供述 都是一个在人可信性视角下 瑕疵非常重的这么一个证据 因为他有立场 被告人我趋利避害这个立场 我肯定要说对我有利的 那也是也是他的可信度客观性瑕疵 对吧 然后严的客观性呢 是指的他所说的那件事 那件事是不是客观的真实的 那你就需要和其他证据相互印证 来用常文常理的逻辑来判断 所以重点是这样审查的 那在这个审查过程当中呢 我想说两个问题提醒大家 就是证据的补强 因为我不可能把八种证据 一个一个跟大家把这个过关的形式说一下 但是实际上每一种证据的种类 它都有自己特殊的法定方法和法定调查程序 因此它都有它的规范意义 那么我想说补强规则和印证规则 在这个证明力判断当中怎么使用 因为最佳证据规则也好 补强证据规则也好 印证规则也好 他们都是基于对证明力判断而出的 不是对证据资格 不是前面的那个排除规则 那补强证据规则是指的 比如说口供必须补强 这也是个证据规则 其实口供必须补强这个证据规则呢 它有两个规范目的 第一个规范目的是说 禁止强迫自证其罪 我是被告人 我的口供如果是个孤证的话 你就定案的话 那不成了你自己都没有证明责任了吗 所以口供必须补强 是基于这种意义 第二种意义就是也是由于口供它的瑕疵 它的这个这叫什么 可信性 人格可信性瑕疵 使得它的客观性不可恶 对吧 那么这个口供补强原则 它作为一个规则出现的时候 它就不能简单是为了我们去认识这个证据而做的一个提示和提醒 它就必须发挥它的规范意义 就是能让我们的行为受到它的约束 我们的行为怎么受到约束呢 在这个补强规则当中 它出现之后 我们作为法律适用者去解释它的时候 首先你比如说 我能不能拿同案其他被告人的供述来作为我 我另一个被告人 他们之间相互补强呢 那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他还是在用被告人自证其罪 他没有没有把特规范目的实现 而且还把规范目的给加强了 对不对 然后呢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理由他不能 第二个理由 你说补强如果从证明力的角度 是基于它的一个证据的瑕疵 我需要把这个瑕疵给补强的话 那如果它是基于人格的瑕疵导致的 那我拿另一个人格瑕疵的证据来补它 负负能得证吗 那不可能啊 那你越补不越差 一个假话不对 那两个假话更补对 三个假话五个假话 那叫重口硕基 那不叫补强 也不叫印证 是不是 所以说印证规范也一样 我们简单的说 其实这是只有中国才有的 它能不能成为一个规范 我其实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虽然大家都说 我给大家讲印证规则 那既然叫规则 我就想问它怎么对于对我的行为产生约束作用了 产生约束作用的根本标志是必须有法律后果的 它如果不这样做它一定是有个明确的法律后果的 有吗 还不是你说它能印证就印证 你说它不能印证就不能印证 你如果要是这个层面的那不就是经验层面的判断吗 是不是啊 所以说如果真的把印证当成一个规范来看待的话 那么我们就真的要考量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 才能产生规范意义 那我个人倒是在实践当中发现 这个印证啊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我虽然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形可以构成 已经形成了印证这样的结论 但我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它不能作为印证 因此我希望能够发育出印证规范的一个排除规则 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 假如比方说我是个厉害关系人的证人 我做了一个证言 那么法官说只有你这个证言证明这个案件事实 说什么拿了钱啊 或者说这个倒了账 那我就想问说因为我是厉害关系人 法官就会说你这个厉害关系人 你是有人格瑕疵 你这个证据就会有信用瑕疵的 那么你有信用瑕疵的时候 我需要找其他证据来印证 那么我在找什么样的证据来印证呢 我知道什么样的证据你不能使 比如说你又找了一个和我一个团队的同样的厉害关系人 来做这个证 并且做的证员是一样的 那怎么能叫印证呢 那不叫负负得证啊 那叫负负更负啊 你说是不是这不才是合理的吗 你证明力的判断一定是在合理性的基础上 你要是不讲理那就没法说了 对吧 所以印证规则这里边我可以发出很多排除的规则 比方说如果瑕疵属性相同的证据不能形成印证 这就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排除规则 但我没有见谁讲排除规则都是这样去说 你只有办案你才知道 你那就是胡说八道在法庭上说 一个人有厉害关系所以你证言有瑕疵 于是他找一堆有厉害关系的人来证明这件事 而且里头连标点符号甚至都一样 来说这件事的时候就说这是形成了印证 这怎么能叫印证呢 我就想问如果你是一个讲道理的人 对不对 但是你说这个瑕疵证据能不能被印证呢 他这个就是说有一个比方说厉害关系人 他的证言有一定的瑕疵 但我其他证据能不能把它印证了呢 也是能的 比方说我现在拿的是一个客观证据 是吧 他说这个东西是工程款 但是呢 他的证言 他因为他是厉害关系人 他希望他是工程款 这样他就能够拿回他的什么什么其他利益 那到底他说的这个对不对呢 那边真有工程款支付申请表 那边真有会计记录 那边真有银行返账单 一系列的客观证据 这个时候和他的这个证言 才能补强和印证过来 是不是才能补强和印证过来啊 所以这个规则 如果真的是要想发育出具有规范意义的条款 只有实践 在实践当中 在事实认定当中 只有在咱们律师当中 我们把我们的经验总结起来 就可以让他上升成为一个合理性的规范 这是第一个我想说的 在这个问题里 第二个我想说的就是补强和印证的关系 按照法律概念禁止荣誉的说法 我们不允许补强和印证之间产生一个不明晰的共用的 也可以叫补强也可以叫印证 那我请问你这个概念不就多余了吗 是不是 所以还必须通过法律的解释和法律的适用 把这两个概念给分开 是吧 把这两个概念给分开 那我个人的经验就是 我认为补强规则可以让它回归到什么呀 就是法律有明文规定 孤证不能定案 需要补强的那个法律规范上写的非常明确的 写了的那个部分 把它叫做补强 并且在补强的时候 我们可以补强规则 同时它和印证禁和的那个原理的部分 可以同时使 比方说你要是一个瞎次属性相同的 你不能勾成补强 是吧 你不能用那个被告人的公诉去补强 这个被告人的公诉 即便你分案处理说 让他成为了证人证言也是不对的 因为要做实质解释 对吧 而印证呢 印证其实不会在法律的规范上说 哪个证据需要人家印证 哪个证据不需要印证 它写不出来 它不能写 因为在不同的个案当中 有不同的可能判断 那么这个印证 我们把它从补强的那个基础里 提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说这样的证据 如果说它是在这个个案当中的判断 需要用其他证据来印证的时候 那么什么样的证据不能使 所以我觉得你看 如果我们真正实务部门的人 去把理论理解得很透支 我们可以极大的推动这个规则 往前发展 是吧 法学学者呢 也会看到我们要的问题和要的东西 这是我说从定案根据再到定案 从定案根据资格再到定案根据 又找了第二个例子来强调这五大官 这五官呢 一个是先判断非法证据的排除 第二官判断符合法定证据种类 第三官判断法定的调查方法 第四官判断法定调查程序 其实第五官呢 是一个检验 然后呢 你就 这个证据就到了定案根据资格 在这里边还有一个知识点 我想跟大家澄清的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这个证据排除和非法证据排除 我把非法证据排除放到前头 这个非法证据是价值判断 而后边的 还会导致从定案根据当中的这种排除 比方说是否符合法定种类 是否符合法定方法 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这种排除是基于真相 如果你觉得理解不了 我举个例子啊 你比如说 是基于真相 你比如说 我用英美法系的规则 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问题吧 你比如说品格证据 我为什么要排除 你比如说一个人碰词 你曾经碰过词 这件事我要不要让这场审判的人知道 在英美法系国家是不能 类似事实不能作为指控证据 因为你一看他这次又被交通汽车的车给撞的时候 你会说他是个碰词的人 那以后我都全部认为他所有的事故都是碰词 这对他不公平 他不可以 这种类似事实或者叫做还有一种说法 你还有一些证据像品格证据一样的 这些证据呢 是会干扰误导 审判者裁判者 发现真相的时候 他会把他从证据中排除出去 但他和非法证据排除不一样 非法证据排除就是单止 警察违法取证 他是为了限制警察违法取证 而定的规则 这个规则全世界各国都都比照他来定 他是放在诉讼法的领域里去讲的 所以你看什么麦考米克论证据啊 什么英国的证据 刑事证据啊 那些书你翻的时候 你发现哎 怎么没提非法证据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 他在诉讼法里 他是那个价值诉求下的 跟真相发现无关的 所以这个我想说一下 第二个想说一下的是 是自由心证的问题 自由心证呢 自由心证其实不自由 刚才好像没有说到 自由心证的不自由就在于你看 你在判断自由心 判断这个证明力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过了五关了 你过了五关就意味着 你使用的政绩 他不是随便的自由的 就能进入到你眼前的 他要过五关斩六将的 那这样的话 他怎么可能是纯自由的呢 他不是 这是其一 其二呢 新证还得公开 前面好像说了是吧 新证还得公开 同时这个公开呢 还还需要在判决书当中 说理由 在判决书当中说理由 如果理由说的不符合 常常逻辑的 还可能引起一定的法律后果 这个法律后果就是 成为发挥重审 撤销原判的理由 你看他有这样的法律后果 实际上你的自由新证也是在规范之下 只是因为他不能具体的写成一个法律的规则 于是我就把他从规范的对立面挑了一个词 叫自由新证 这让我想起今天好像我在 我在那个网上看到 大家都讨论一个认罪认罚的判决 我不知道你看到没有 就是好像是河北保定做的 这个认罪认罚呢 是因为检察官给了一个量刑建议 双方也经过了认罪认罚 从宽的程序 最后判的是一年零几个月 到了法庭审理的过程当中 经过审完呢 这个一审法官裁判的时候给了两年 然后呢被告人就上诉了 上诉了以后 二审法院就说 给了个理由 他说因为认罪认罚从宽程序 如果检察官给了量刑建议的 法官应当告诉检察官 告知他说 你这个量刑建议不适当 建议你调整 在检察官得到这个告知之后 然后他不调整的前提下 他才可以直接判 按照自己的要求判 结果他没有走这个程序 于是呢 二审法官就说了 说因为他没有告知检察官 所以就说 应该按照那个量刑建议来判 一年多 而这个判两年的 不可以 你看这个就大家就觉得说 好像程序的制裁产生了一定作用 但实际上你仔细看这个判决书说理啊 他有几个问题 他有什么问题呢 第一 他在写这个说 因为他没有告知检察官 所以 没有告知检察官调整量刑建议 然后紧接着他有个令书 他说令 看 看这个量刑建议呢 说一年多的这个量刑建议 也是符合案件事实的 也符合案件的这个自首啊 什么很多情节的 他是 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说法是符合的 量刑是适当的 哎 那到底是因为他的令书 而使得你 推翻了一人法院的判决 还是因为他没有尊重 认罪认罚从宽的这个量刑建议 而导致你 推翻了呢 所以这种判决说理由 这只叫语言不详 他不敢 其次鲜明的去 说我 因为什么 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 如果那个量刑建议是过清的 不是合适的 那个令书不存在的话 你是不是还要维持 认罪认罚从宽的协商协议呢 维持那个契约之下的一个 一个结论呢 是吧 那可能你会说 他没有告知 没有告知他调整 所以他还不能维持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我告知他调整 我告知检察官你应该调整 如果你不能调整 你看咱法律的原文怎么回家 法官还是可以直接下判的 那这样的话 我的告知义务 其实就是给个面子 就是个面子工程 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判决最大的意义 就在于提醒 每一个审判法官 你一定要告知 检察官 你有调整 你可以调整 你的量刑建议而已 至于你调不调整 你看一点不左右 我法官还可以修改 你们的认罪认罚从刊 协议 这样的一个决定 所以 所以这根本的 就是那个立法的那条 所以这个判决 不会引起任何说 我对认罪认罚 量刑建议的尊重 以后大家断 认罪认罚 量刑建议来判 他不会的 顶多就是提醒了法官 说你下次可得告知一下 你不告知 你才会这样 就这样的一个意义 你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 你才 你学会解释这个法条 你才会 透过现象看本质 你才知道 说 它的意义 没你想到那么大 就像 就像大家在讨论说 把建议结论改为建议意见的时候 你学程序法 那老人知道说 你改吧 你就改成什么 也没有用 因为你知道 它的逻辑 没在这 是吧 你改了这不改了这么多年了 我就想请问大家 建议意见对裁判结论的那种 架空裁判结论的那个效果 减轻了吗 我不觉得减轻 现在依然是依赖 建议意见 有时候明显的建议意见 不靠谱 法官都不敢推翻 是不是啊 它不是个 意见吗 你为什么不敢推翻呢 它跟叫什么 没有关系 它在于你没有把法庭诉讼的这些证明规范的法条激活 让法官在裁判的步骤当中受到我们法律规范的程序法律规范的约束 你没有做这一步 所以我们每个律师如果都去做这一步的话 我们的声音形成一种合理 我们的检察官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考虑 这样才能办出铁案呢 这是法律的要求 没有错的呀 其实这是我们法庭上控电材三方应该共同遵守的一个语言规则 一个规范 这是我通过两个例子呢 和大家来说 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但是我认为它是非常有用的 嗯